福瓜村的村民们 大家早上好啊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你怎么进来 村长 感谢 感谢啊 大家好 我是苏呛 十分抱歉占用了村长早上的报告时间 但是今天呢有特别新闻 希望插播一条消息 这是 苏翘的道歉信 林子路同学 我错了 对不起 我不应该擅自听信谗言 误以为你有抑郁症 更不应该亲信网路 擅自诊断你有抑郁症 甚至还危言耸听 将这一不实事实 散播给王年宇和房梁同学 误导并诱惑他们 进行了一些侵犯他人隐私 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举动 我苏翘愿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并郑重道歉 这模板对不对 怎么感觉我要坐牢了一点 除此之外 我还想说 林子路同学 虽然你刚搬来我家的时候 占了我的屋子 连累我摔坑里 害我 反正就是遇到各种倒霉的事情 简直就是个丧不兴 但是呢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我发现 你虽然总是一张冰块脸 但实际上为人不坏 虽然罢了也不太会干活 但让你干的事 你也先进去做了 虽然看起来看不惯我 但还是努力地包容我 原谅我 跟我坦诚相处 综上所处 我苏翘认为 林子路是一个好同学 一个值得相处的同学 我翘姐 认你这个朋友 最后 就是 我 我想说一下 同学 你也不用特别着急 从我家搬走 好像不应该就不要 对 你给你看看 什么时候 以前我做什么事 以前我是想不想 你也没做什么事 我做什么事 達人 也没做什么事 我又做什么事 我做什么事 這點都不合得了 酷酷,讓你們放進去 很燙 你一定會煮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星期间中午的鲍冰尝一下吧 好吃吗 以后我们想卖不就卖鲍冰吧 两关钱一碗 那我再多弄些冰 嗯 这个鲍冰 我还可以再吃三碗 那你要付钱呢 两块一碗 小气死你吧 转完了 你看一下 真的假的 归信支付收款到账 你怎么给我转这么多钱 男子和大丈夫说到做到 钱是还你的 你最近是不是发财了 分享一下支付经验呗 是我最近给同事余和 授权了一首我自己做的歌 所以拿到了版权费 那这么看来 我就快凑够钱给小秋买二手车了 正好啊 我要进程去补一份音乐授权的协议 如果你现在给我立刻来一份 免费的鲍冰 我就勉为其能在你一首 我不 真够抠门的 我是不可能进场的 我苏教这辈子都不可能进场 小教 你再来一碗 你再来一碗 进去 干嘛 你们知道苏桥为什么这么抗拒进城吗 你们俩在一起这么久 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进城啊 什么在一起 我们只是室友而已 那你可要小心了 我告诉你啊 苏俏有出福瓜村综合症 出福瓜村综合症 可危险了 我跟你说 他每一次进城回来 晚上都开始梦游 半夜挨家挨户敲门 你现在是他的室友 小心他半夜钻牛屋 你别听你一句话说 俏体有出福瓜村综合症 不假 但真实情况 只跟我说 只见俏体 俏体 不是抓过外星人吗 后面进了城啊 遇见了外星人的同伙 别听他瞎说 苏俏之所以不愿意进城 是因为他每次进城 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有多不好 他每次进城都会抱着骨灰盒回来 第一次是他两三岁的时候 他爸妈去世了 再往后就是他十一岁那年 他外婆在城里车祸去世了 难怪他这么抗拒进城 所以啊 他一进城 他就会眼瞎 眼瞎 还有更可怕的呢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千万别带他出去就对了 他会给身边的人 带来很大痛苦的 眼瞎 我怎么感觉关心经说得最不靠谱